大家好,欢迎收看耳机狂人,我是卡图 在制作当中,开放式和封闭式耳通的作用和定位应该是怎样呢? 上次测试完澳洲音乐音乐音乐入门作品 HIX-15 不少朋友都很喜欢 其实品牌还有两款高阶一点的作品 包括开放式的 HIX-65 以及近期先到讲,封闭式的 HIX-60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这个频道主要是介绍个人影响产品 逢星期三和星期六都会有直播 讲产品之外也会和大家聊聊天,记得留意 不说这么多,去片! 为了令港街的时候不要太累赘 影片中会将型号的前半省略 简称为X-65、X-60等等 记得留意 趁着今次讲这两对作品 讲讲开放式和封闭式的分别 最主要就是外壳的部分 开放式耳通的单元背面 和外壳会有一定的空间 设计成气孔或者网面 留给空气出入 从而得到更自然、开阳的声音 而部分品牌也会特别设计不同形状 控制空气流动 带来更好的声音表现 所以很多品牌的高阶作品 都会选择开放式设计 不过开放式设计 声音会传到外面 使用上有不同限制 例如录音的时候,耳机的声音 有机会被麦高峰收回头 另一个比较常见的 就是因为耳罩比较透声 附近的人会听到耳机发出的声音 而外边的声音也很容易影响到使用者 令人不能够专心聆听 最后也有用家认为 部分开放式设计 会令单元部件更接近外间环境 容易受到湿度影响 存放上要更加小心 封闭式方面 就是换上接近密封的外壳 带来隔音效果 减少外间的影响 不过因为单元背后的声音走不到向外 都会带来不同的问题 首先会令低频量感比较多 甚至因为共振的问题 令声音变得运续 开发者要用更多的功夫去调整 不过品牌也会透过使用不同的金属 木头或其他物料 带来不同共振 反射效果令声音更加独特 顺带一提 日本品牌当中 好像Audio Technica、Sony、Denon 高家的作品好像封闭式比较多 不知跟日本人着重个人空间 又怕骚扰到人有关系呢? 大家不妨留言讲下个人的看法 先讲X65 是品牌第一款开放式设计的作品 外观令人联想到X55 配合开放式 采用原点网纹设计 充满工业风 受惠这个设计 拥有较广阔的空间感 亦带来更自然的声音 品牌定位 针对mixing 和mastering的后期制作 用家可以清楚聆听 和作出调整 至于X60是全新作品 外观线条和X55很接近 不过配色就改为黑红配色 低调当中的带点型格 X60的应用范围就比较阔 除了mixing和mastering 还有录音 或者front of house 即是给表演现场的工作人员使用 透过出色的隔音 在表演的环境当中 都可以准确判断和作出反应 讲讲两者共同的特点 单元方面 和品牌现存其他耳机产品一样 应用到High Excursion 单元技术 呼应High X 这个名字 而动圈单元的直径大小 亦跟品牌习惯是44mm 原因一样 就是经过测量和研究之后 这个直径的单元 可以带来最好的声音表现 另外也应用到环形磁铁和铜包铝线圈 降低震膜和线圈整体的重量 同时还有空气控制 减少单元有多余的摆动 表现更准确的声音 讲到这里 设计上虽然好像其他产品 不过X65和X60都有特别调整 即使规格上的数字接近一样 听起上来都有分别 稍后测试再讲 机身支架和X55相似 大幅竟用金属部件 加上在奥地利製造 被人扎实的感觉 而顶垫和耳垫都应用到记忆棉 长时间配戴仍然相当舒服 包装里面有跟着便携袋 同时也可以买原厂的便携套 都挺帅的 换线插头跟随品牌习惯 使用2.5mm TRS 里面有个Lock 位 想换线的朋友就要留意 原装跟齐1.2米和3米的耳机线 用家可以根据使用环境而选择 两对耳机都对推力有少少要求 电话和一般微型DAC都不太建议 如果想发挥得好些 建议都是用高输出的DAP 或者Lock Econ DAC 当然电脑络金用的interface 都可以 到播放测试 试听上员分别有Extell & Kern A & Filtra SE 180 配i-Fi Zencan 还有Feo M17 CENSE X65 Tankcola Never Neverland 空间这样的营造是最值得欣赏的地方 而且没有采用到无限扩大撑阔的空间表达 出来的是一个既定规模的空间 再将录音中不同的元素放好 旅团各个成员的声线都有清楚的定位 连同各个乐器有具体的层次和连贯性 好像布置好在一个房间那样 感觉有点像听着一对近场聆听的铅听喇叭 对耳机的压力亦不大 而频段间有很好的平衡 不论是高频延伸还是低频下潜都相当自然 特别是这首歌的节奏部分 表现都相对松容符合歌曲气氛 人声辨识能力很好 这么多位成员的歌唱特质都能够显示 也没有明显的染色倾向自然 之后换成X60听王名字 场外 同样拥有非常好的平衡度 最大优点是丰富的细节和演绎方式 三眉线和两支结他之间 各自然线独特质感都表达得很好 乐器间有不错的形体感 也有足够的大小反差 音场算阔 而定位连贯性都挺出色 而且做得很精细 少少位置的差别都反映出来 而放回整体的时候 也是一个比例刚好的感觉 另外背景都够静 深浅刻画逆适中 令各个元素更加立体 不过也会听到来自录音当中的底措 都有少少考验到听的录音 人声质感比较率直 听多几张专辑 就会发现都是随着制作取向而反映出来 作为见到X55推出不久就直冲买回去的用家 或者准备入手的玩家 都会关心X65、X60、X55之间的分别 用完三对异统听以上两首测试歌曲 首先讲X55 最大的特质是极强大的分析力做主导 而且线条刻画好心 对录音最挑剔 如果用来做制作 基本上都是用来听细节做微调 X65就相对温和不少 结像亦相对比较大 不过在三对当中 有最好的声音布局表达能力 可以分析到定位和层次 也有不错的细节显示 用在mastering和mixing都很适合 X60就平均一些 细节好有没有X55那么极端 但又有少少X65 对于整体布局的表达能力 而且因为是封闭式 能够在录音的时候使用都很全面 打个比喻 就像观赏一幅画一样 X55站得很近看笔绩的细节 X65就站远一点望整体 而X60就在中间 两者都兼顾一点 最后有到产品规格和售价 请自己停下画面看 自己用X55多一段日子 说真的都挺喜欢 不过对于要推荐人玩 Austrian Audio来说 这对耳机的强烈个性 又考录音又考器材 有时是难入口一点 不过来到X65和X60 两者同样保持高横缘度 而且相对容易出到不错的声音 也有一定的个性 对于要开始感受这个牌子的魅力 都容易得多 如果想玩一下大耳筒 记得去试一下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除了订阅 还记得留言、赞、分享 想讨论 可以在Facebook 或者Miria的狂人同学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